你还会看账本啊 我哪儿看得懂账本 我头都晕了我 给我看看 你别在那儿下饭 紧张什么 又没有验照 今年的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有几笔账还没有理清啊 也就是说这个公司的整体资产为负数 你等才快 也不是很懂吧 就看明白一点 这公司还欠人钱呢啊 是不是 咱俩喝点 不喝我自己喝了啊 好 里面请 这么高档的地儿 看我这身 挺好的呀 这就是休闲的地方 真真是挺合适的呀 喝茶 茶就免了 我刚吃了一大碗炸酱面 真撑得慌 大晚上呢 这么急把我叫过来什么事啊 我怕电话里说不清楚 怕你误会 误会什么呢 就是那几笔债 的确现在总公司呢 需要上市 那几笔债就转到你们公司去了 你既然转到我这儿来了 自然有你的难处 的确 但如果我刚才不打那个电话 直接去做了变更法人的手续 是不是这些债就转到我头上了 我说马哥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 兄弟我怎么能坑你呢 你看啊 我这个公司呢本来是不要的 你既然来了 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你给了我一个缓冲的机会 你放心好了 这笔债呢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担着的 这儿 这里有债务说明 你随时拿着他来找我 我绝对不来 你真是干什么呀 我既然下海办公司 我就没有想过会办不成 如果办成了 这点债算什么呢 就算是办不成 我用这点钱 去认清一个人也是挺值的 我跟你这么多年了 我信你这回 你才是我兄弟 来 我先干为敬